欢迎来到南明星新闻渠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由于两部电影都已获批发行 长日于尽有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要分享 这一届很可能会被删掉八截 近几年来 一些观众期待值很高的历史剧 似乎在很多重要方面都大同小异 一方面改编自原作的书籍非常受欢迎 其中包含大量高强度和众所周知的情节 另一方面 根据原著改编的小说并不成功 另一方面 书籍本身包含由不同作者撰写的小说作品 整个演员阵容由知名演员组成 他们除了拥有体面的外表外 还以其演技和承载戏剧主题的能力而文明 它是众多即将播出的古装剧之一 而且非常受欢迎 白鹿和罗云熙都主演了其中一部作品《长玉于尽》 人们普遍认为 此时此活动已经完成了相当长的时间 据了解 该作品将《分长月静》和《月照千锋》两部分呈现给大众 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信息 在完成调的审查之后 排在这之前的那个终于获得批准 最新消息显示 《月之千锋》审核成功 然而 网上流传着 《月之千锋》 以从原计划的24集缩减至16集的传言 最新的报道显示 前作剧集总集数为34集 加上这16集 全剧共计50集 堪称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证据 在过去的几年中 将分两部分在电视上播出的大型时代剧的数量有所增加 一旦故事达到高潮 潮流就会开始转向相反的方向 看过这本书的知心朋友都知道 原著的内涵很深 有很多已经家喻户晓的场景 这是因为小说中包含了很多众所周知的情景 很多使用互联网的人在得知删除后表现出真正的担忧 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 是因为大幅缩减可能会产生神奇的变化 这是因为从历史上看 该书的最初读者中有相当多的人 曾为重写伟大的文学作品而付出过一切努力 每个人的共识是 一次阅读大量细节是根本不可能的 恢复 这几年大家渐渐发现 虽然导演和演员们可能已经竭尽全力 还原了每一个细节 但还是有很多内容无法在荧幕上展现出来 审查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检查的结果 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还有很多内容无法显示在屏幕上 需要进一步检查 呈现给你 罗云熙和白露虽然之前合作过一个项目 但这只是他们的第二次合作 两人之前曾合作过一部关于当代偶像的电视剧 一直以来 两人再次合作的支持度都非常高 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时两人的CP感非常扎实 一直以来 大量的猜测都是针对罗云熙的穿衣风格 现在依然如此 因在电影《香蜜沉沉浸如霜》 终是眼润寓一绝 更多的网友因他的表演而认识了他 在刚刚播出的最新剧集中 罗云熙的人设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很明显 他是一个兼具善与恶的人格 这与之前许多故事的主人公有很大的不同 在过去的两年里 白露见证了其业务的巨大增长 刚开始跟罗云熙合作的时候 他的名气也只是在那个时候 略高于平均水平而已 在此期间 他凭借《周生如老》 《警察荣誉》等多部影视作品 确立了自己的女主角地位 届时 白露将放映他们最火的两部古装剧 分别是《长月静》和《宁安如梦》 这两部作品都非常成功 目前 他与王鹤蒂共同担任另一部 备受关注和喜爱的原创作品 《爱的大本营》的联合制片人 高大的工作 《长月静如霜的海报》一出 大家的印象就是该剧的浮化到非常专业 与之前看过的其他古装剧 有着明显的不同 因为大家都觉得 这部剧和他们看过的其他古装剧 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在过去几年中 对历史剧的需求一直在持续增长 尽管大多数故事的叙述和视觉效果 彼此非常相似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 观众可能会厌倦一遍又一遍地看到同一件事 话虽如此 这部剧探索了很多领域 使用了很多不同的方式 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再次播出时 它会有更多的惊喜 在目前热播剧的背景下 杨子可能与以下其他偶像合作的讨论相当多 可用资源减少 近两年 各种选秀类综艺节目的快速接替 直接催生了一大批偶像 这些节目是在过去两年中建立起来的 他们都达到了一定的知名度 无论他们最初是作为节目参与者 还是作为乐队或其他音乐合作团的成员 而引起公众注意的 但是 如果个人具有使他们与众不同的特征 那么获得大量追随者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很多偶像在职业发展上都有着相似的目标 通过出演多部综艺节目走红后 他们又接拍了多部网剧和大型电视剧 有很多偶像的目标是进化成别的东西 但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实现这种转变 因为竞争还是比较激烈 你需要有一定的实力 才能在这条路上脱颖而出 偶像练习生 不仅是近几年首次出现在电视上的选秀节目 也是目前市场上众多选秀节目中 最受欢迎的选秀节目之一 这几年 无数出道选秀节目的偶像 因为种种个人原因相继被废 但尽管如此 他们依然受到粉丝们的敬仰 在偶像练习生 节目中出道的音乐人不在少数 未来的报复也比较明确 此外 通过偶像练习生 节目出道的多位艺人 未来的出路也颇为明朗 蔡徐坤 范诚诚 黄明浩这三位艺人 都是通过这个节目出道的 这些年的发展也颇有成效 此外 这三位艺术家都通过该节目首次亮相 然而 他们每个人走到这一步所走的路 却截然不同 虽然黄明浩这样做了 但蔡徐坤的注意力 从未离开过舞台和演奏的音乐 尽管出现在许多综艺节目中 但他还没有进入娱乐圈 范诚诚这两年 有了长进的迹象 大多数人都认为他的资源 和其他人不相上下 这可能是因为他妹妹的缘故 他这些年在娱乐圈里积累了相当多的人脉 很早之前 就有传闻说 范诚诚和杨子要合作拍新剧了 看来两人已经开始融入演织人员 为新剧的拍摄做准备了 这是从目前的情况 可以得出的印象 然而 尽管有很多好处 这种合作也引起了大量摩擦 杨子自从多年同兴出道以来 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堪称经典的作品 除了众多堪称神作的作品外 他的几部电视剧的收视率都在9以上 至此 无论是流量还是流量 他都已经成功假扮女性了 和体力水平 演员 近几年 他与程毅 李宪 景国然等多位身为演员的男艺人合作 其中一些男性艺术家包括程毅 另一边 范澄澄和杨子这次要一起合作这个项目 争议的核心问题是 这是否代表着偶像范澄澄的地位上升 是否代表演员杨子的地位下降 不少网友认为 艺人选择的合作伙伴也很重要 艺人可以从侧面表明自己的立场 指出杨子之前合作的演员主要是教育工作 这些人认为 艺人可以通过指出杨子增与演员合作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这一次他与一位在他们的专业领域被认为是神童的艺术家合作 毫无疑问 讨论将受益于每一个人的贡献 近两年 范澄澄出演了多部作品 与白百合 蓝音音等一众女艺人合作 此外 他还出演了多部由女导演指导的作品 即使是他早期的作品 白百合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商业上也很成功 出道这几年 白百合积累了好几项高品位的资源 票房表现的数据也非常亮眼 由于各种个人问题 他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无法公开露面 所以看到白百合参加 对他来说是一个惊喜 既然没能如愿 白百合的加入对他来说是个惊喜 凡是生活在范澄澄那个时代的人 都认为这是资源枯竭的表现 范澄澄自从出道以来 对自己的看法就更加认真了 此外 他并没有背负过多的偶像包袱 他的突破性也很强 在电影圈有很好的资源 演员制作的作品 应该能够说明他们本身有多么强大 既然已经达成合作协议 双方的支持者就有义务 在协议达成后继续尊重合作者 但是 如果没有大量不同人员的参与 就无法实现好的解决方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